人死之后将会往哪里去 这是很多人都想要了解的 学佛人死后可以去哪 郭正义老师开示 我们可以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阿弥陀佛的西方极乐世界 另一个是弥勒菩萨的兜率托天净土 根据圣教来说明 可以去两个地方 一个是极乐世界 这世界就是由阿弥陀所住持 只要你在生的时候 愿意归向于极乐世界 遵从阿弥陀佛的圣教 然后每天都练书阿弥陀佛的圣号 这样一定可以往生到极乐净土 不要去诽谤佛法 不要去诽谤三宝 对许多的法你不清楚 那就不要去议论他们 来好好的归向于如来 第二种就是 到多帅头天净土 这也是很安稳的方式 就是说一样呢 你要练诵弥勒菩萨的名号 然后皈依弥勒菩萨 然后知道弥勒菩萨是当来下身佛 然后能够持戒的你就尽量持送 能够忏悔的做错了事 那就好好的忏悔悔过 然后身体力行 不要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邪恶的事情 乃至如果说能够受戒 那你就发心跟着受戒 这样呢都能够得到佛菩萨的接引 可以顺利在中阴身呢 就可以往生到个别的净土世界 这样的话对于学佛人来说的话呢 是最好的 其他的世界呢需要比较多的修行 比较好的呢三昧的定力种种 那不一定呢可以适合每一位的友情 所以这样两种呢来作为施量 另外呢有一种是属于呢大悲心的菩萨 这些菩萨们呢他们了解第一地 虽然有的菩萨他呢还没有亲政的第一地 可他已经知道第一地就是在讲 如来藏妙法 这如来藏就是第八世阿赖耶事一首世 这样深妙的法 他知道呢他也知道公案到底在说些什么 他也知道呢第一地呢和真如之间的关系 真如呢是第八世的所显性 所以呢他知道四知十性 所以应该要转一真如 他知道呢修学呢要扶持这个正法 是很困难的 那这样菩萨还愿意呢继续留在这个世间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他同样在中阴身 一样呢要呢归一如来 要归一世尊 要归一这个法 他一样要求世尊来保佑 让他知道呢应该往那里投胎 而不是自己呢想要呢留在说佛世界 而到处呢东奔西走乱去投胎 这样是不对的 所以应当即使呢不论是正物或畏物 那知道这第一立法的菩萨们都应该在中阴身呢求世尊 求观世音菩萨能够呢告诉你应当怎么样做 那就跟着佛世尊或是观世音菩萨的指示 继继续呢投胎呢投胎到应当有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真正呢能够知道或是说可以到哪里去 这就是时候应该做的事情 不管我们想要去哪个世界 不管我们想要去哪个世界 都需要我们精进学佛 转移真如 知道自己该往哪去投胎 十方新闻胡佳萱 曾千俊高雄采访报道